今天我要让大家看一处的经文 看经文就是说 从圣经里面 让所有的朋友们 包括我们自己一样WARIO 我们要在今天 短短的接下来的几十分钟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 看曾经一个记载 这个记载我相信今天会帮助你 会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你知道吗 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这个月份到下个月份 我们就设定说 这个是一个now or never的时刻 什么是now or never呢 就是我们要抓紧这个时刻 趁着我们还年轻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要经历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要经历丰盛 经历得生 那怎么样经历生命的祝福 跟丰盛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的经文 在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十章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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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准备一起读的话就说阿们 如果你准备一起来阅读神的话 你就大声说阿们 我先念英文 你们更敬佩念中文的 英文圣经是这样说 46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 他们进了耶利哥 耶稣 门徒和一大群人 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瞎眼的 叫巴迪迈 是迪迈的儿子 名叫巴迪迈 坐在路旁讨饭 一起说巴迪迈 47节呢 and when he had heard that it was Jesus in the Nazareth he began to cry and say Jesus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me 他听见是拿撒勒人 耶稣 就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 耶稣啊 可怜我吧 48节说 and many rebuked him telling him to be silent but he cried out the most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me 许多人斥责他 叫他不要出声 他却更加放声喊叫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49节 and Jesus stopped and said call him and they called the blind man saying to him take heart get up he is calling you 耶稣就站住说 把他叫过来 他们就叫那瞎眼的人 对他说 放心吧 起来 他叫你了 and throwing off his clothes he sprang up and came to Jesus 他就脱下衣服 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and Jesus said to him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and the blind man say to him Rabbi let me recover my sight 耶稣对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瞎眼的人对他说 拉拨你 我要能看见 and Jesus said to him go your way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ell and immediately he recover your sight and follow him on the way 耶稣说 去吧 你的信使你痊愈了 他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在这个事件里面 耶稣在2000年前 圣经已经记载 他来到世上 做许多的 行许多的神迹 拯救许多的 有需要的人 那其中一个事件 就是巴迪迈 巴迪迈 你要注意在 第46节 当我们开始阅读的时候 耶稣刚要离开耶利哥城 一起说耶利哥城 那耶利哥城 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城市 就好像基隆坡 好像柔佛里面的 Johobaru 好像槟城里面的 Georgetown 所以它预表了一个城市 非常大的城市 在这么大的城市里面 有许多不一样的人 有钱人 穷人 然后有 有学问的人 有年轻的 有年长的 所以 这耶利哥城 是一个很繁忙的一个地方 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 为什么祂要离开呢 因为 好几天 祂已经在耶利哥城了 祂已经去到耶利哥城 传福音 然后 帮助当地的穷人 医治当地的病人 那 刚祂要离开的时候 有一位 这个的 瞎眼的 圣经里面记载 祂是一个乞丐 祂就在那边讨饭 这位乞丐呢 名叫巴迪迈 而且祂的 爸爸的名叫 迪迈 那我查过了 迪迈 祂的爸爸的名字 的意思是什么 巴迪迈的意思 又是什么呢 巴迪迈的意思 就是预表 祂生命里面 多么的不洁净 预表了 祂在一个 生病的状况里面 那 但是祂爸爸的名字 迪迈 预表尊贵 预表 非常被尊敬的 在上之 就是在上面的 很富有的一个名字 所以呢 设想一下 巴迪迈当初的情况 祂一定是带着 许多的伤害在里面 因为祂知道 原本祂是来自 一个富有的家庭 你知道吗 所有的 所有的领袖们 听清楚 原本 神给你的 小组 神给你的 小组 是一个 壮大 是一个富有的小组 是一个 属灵里面 富有 充满能力的 一个小组 但是可悲的是 好多时候 甚至我们信了耶稣过后 我们好像巴迪迈一样 我们好像 瞎了眼一样 看不见 你知道吗 亲爱的朋友们 若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今天有一个问题 你要问你自己的 可能你的生活很好 你的家庭很好 你很富有 你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你在上课等等 但是 你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是否你的生命 还在看得见吗 我当然知道 我们都有眼睛 你知道曾经 Helen Keller 海伦可乐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 她是制造了这个 在瞎眼界里面 她是一个非常出名的 一个影响力的 瞎眼的人物 那她讲了一句话 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不是瞎眼的人 因为她自己是瞎眼的 然后她说 最可怜的人 在这世界上是 有眼却看不见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我不知道当你今天 被邀请来到 我们的教会FJCYC 你这带着什么心情 当然你在观察 你在观看 但是现在 这段时间 我鼓励你 给我20到30分钟 打开你的心 让你的心 你知道吗 神创造人 我们相信人是神创造的 人不是自己变出来的 因为这世界 没有一样东西是变出来 你坐着的椅子 不是变出来 这个麦克风不是变出来 所以人肯定不是变出来 也不是从动物转化 然后这个的 Evolution的Theory 从这个的进化论 进化变成人 不是 那么因为当人是神创造 我们相信第一个人物 名叫亚当 第一位 女生叫夏娃 神创造的人 吹了一口气 这口气叫做灵气 所以人有灵 魂体 分成三个部分 而这个灵魂 在我们的里面 也是有眼睛的 所以你会发觉 有时候 你会发白日梦 你会在想 以后我长大了 我要成为一个 怎么样的人 那意思说 你在灵里面 你已经在观看 你的未来 你已经在设想 你的未来 所以意思说 你的眼睛 不只是限制在 你的肉体的眼睛 你的眼睛也包含了 你的灵里面的眼睛 你知道有一次 我跟我的太太 我们庆祝 婚姻周年的时候 忘记了第几年 应该是去年 十一周 第九年的时候 我们去一个餐厅 我们去一个餐厅 用餐 庆祝 那一天很兴奋 因为是我们的周年 婚姻纪念 那他就带我去一个地方 叫Dining in the Dark 就是在 暗中里面 用餐 在基隆坡中心 市中心 那没有试过 他也没有试过 我也没有试过 我们就去了 去了过后 那一个 就是他要求我们呢 就是绑着眼睛 绑着眼睛 然后 就是进场 那一进场的时候呢 他就把那个 我们原本绑着的 就脱下来了 因为一进到场的时候 是暗的不得了 完全只是听到 人在用餐讲话 但是我开着眼睛 我完全看不见 前面是什么 那他们请了 这些的盲人 就带着我们 我们的手呢 是要扶着他的肩膀 一步一步地走 跟着他走 然后他要用他的手呢 扶我去坐 我有眼镜啊 为什么我要他帮我呢 因为我看不见 因为我在一个黑暗的里面 我在设想 当一个人在黑暗 在瞎眼的时候 他是每一天活在惧怕的 他是每一天活在一个没有方向 他需要人帮助他 你知道吗 朋友们 包括我们自己的Young Warrior 你信了耶稣过后也好 你的生命是否在黑暗里面吗 你是否每一天在惧怕 还是你是在喜乐 跟随着我们的耶稣基督 如果你是贵宾 你是朋友们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日常生活 你的未来 是充满亮光 还是充满黑暗 你知道吗 巴迪迈在那边痛苦 他从小就瞎眼了 他来自一个很富有 床大的家庭 强大的家庭 就像我们很多Warrior leader 原本神给了我们 很好的产业 神给了你现在下面的小组 他们是壮大的 他们是有能力的 但是如果我们好像 巴迪迈却看不见 耶稣给我们的未来 来带领这些羊群的话 那可悲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背景 但我们却生存在 一个瞎眼的生活里面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当巴迪迈发觉 他自己在黑暗 就等于说 他在一个 他很容易 他甚至走路都会慢几步 你知道当一个人在黑暗里面 你在社会冲的时候 你在你的学悦冲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会比你的朋友比较慢 你会慢好多步 因为你的眼睛已经瞎了 你的里面的眼睛已经看不见 为什么我要为我的学悦冲 为什么我要为我的未来奋斗 如果你做领袖的 你是组长 你知道当如果你的 灵里面的眼睛已经瞎了 你会发觉 你没有办法再冲下去的 因为你已经看不见了 你知道在一个瞎眼的情况 那一天 当我们在拥餐的时候 我发觉 很没有安全感 吃错东西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在吃什么 所以是看不见的 他送过来的时候 我们要慢慢地拿 然后要 什么来的 冷冷冷 但是又看不见 然后再咬 都很好吃一下 吃完了过后 他在外面 我们出道去外面 他才会跟我们讲 刚才你吃了什么 吃了什么 原来是老鼠 虫 这些 当然不是这些 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老鼠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知道一个瞎眼的人 是多么的痛苦 一个瞎眼的人 是完全掌握不到 他的生活的 做事 他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你知道亲爱朋友们 神把我们带来教会 每一个礼拜 我们在这个地方赞美神 好吗 很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小组 好吗 很好 但是神不只是要我们 来教会 赞美他 神要我们敬礼他 阿们 阿们 你知道巴迪迈 他的预表是什么 他在瞎眼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预表 他被限制 然后他也甚至会做错决定 瞎眼的人是会做错决定的 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 所以亲爱朋友们 包括所有的Warrior Team 你要知道 你必须要听见今天神在对你的生命说话 如果曾经你发觉你已经做错决定 甚至你在一个瞎眼的人是在一个痛苦 意思是说 灵里面在受伤 你知道在年轻的时候 最严重的疾病在社会 今天的社会 全世界不只是我们的国家 不是外在的疾病 是忧郁症 是精神病 为什么会忧郁呢 为什么一个孩子 一个年轻人 会跑去自杀 吃药 自杀等等 为什么会忧郁呢 因为心灵创伤 当一个人心灵一创伤的时候 他就看不到未来 他就好像一个瞎眼 你知道巴迪迈多么的痛苦 为什么我们知道巴迪迈痛苦 因为巴迪迈发觉 当耶稣在耶利哥的时候 他赶快地呼喊 你知道巴迪迈 他在那边呼喊 他放下他的身份 他已经不在 不在乎他的打扮是怎么样 他已经不在乎 别人怎么样取消他 因为对他来说 It's now or never 对他来说 只要今天他抓紧耶稣 他抓紧耶稣的话 他就可以看见 他的心灵多么的呼喊 圣经记载 他大声的呼喊 他呼喊说 耶稣大卫的子孙 求你救救我吧 你知道 这个是一个预表 一个人非常的desperate 他非常的非常的 紧急到一个地步 他知道 如果他不再求靠 这位耶稣的话 他就不会有选择 他就不会得一致 在巴迪迈当圣经记载说 他听见耶稣在耶利哥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预表 他知道救主已经来了 一个好消息已经来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你来到FJCYC 我们要把这位好消息 这位耶稣介绍给你 因为他不是教主 巴迪迈知道 耶稣不是教主 他是救主 什么是教主 什么是教主 当你跌下水的时候 你不会游泳 教主是跟你说 你要用这个自由式 你要用挖式来游泳 但是你不会游泳 你已经快沉下去了 但是耶稣他是救主 他是跳下水救你 巴迪迈知道 耶稣来了 这个时刻到了 那个时间 那个timing到了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因为你注意看46节的时候 你会发觉 圣经记载说 当耶稣将要离开耶利哥城的时候 巴迪迈出现 换句话说 当之前耶稣进耶利哥城 耶稣同一个门进耶利哥城 从同样的门离开耶利哥城 同样的路 当他要从同样的路 离开耶利哥城的时候 巴迪迈发觉 当耶稣进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过一次的机会 他已经miss过一次 所以亲爱朋友们 如果你曾经去过教会 被邀请过来教会的 你之前错过 今天不要再错过 你要知道耶稣爱你 巴迪迈知道耶稣爱他 只有耶稣可以 再让他的灵里面的眼睛看见 只有耶稣可以让他心灵的窗上 再次的得意志 包括我们所有的Young Warrior 你知道如果接下来这个季节 你的生命有许多的伤害 你的生命有许多的拉扯 你的生命有许多的瞎眼的地方 看不见你的盲点 骄傲 不愿意改变 你会错过这个季节 你会错过接下来11 12月 神的灵极大的复兴的工作 你会错过 你小组会错过 如果你是带着你的自我 来看你的未来的话 你跟巴迪迈没有太多的分别 因为你看不见 你的生命其实需要一道光 你的生命需要以耶稣来再次的拯救你 再次的让你得看见 所以亲爱朋友们 当巴迪迈知道耶稣已经在耶利哥的时候 他抓紧那个时刻 他不让耶稣离开 他抓紧 你知道省至好多人 圣经记载 好多人叫他 不要再吵 安静 有看到吗 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 第一次当巴迪迈呼唤 耶稣大卫的子孙的时候 许多身边的人拦阻他 亲爱朋友们 你要知道 如果你的生命要得救 如果你的未来要进入光明 如果你的眼睛要看见 不管有多大的难阻在你的前面 不管你的生活 不管你的家庭 不管现在你的父母的婚姻 是怎么样 你都要相信 这位耶稣基督 要相信耶稣基督 在前面带领你 祂在你的前面 在拯救你 所有的华尔队 所有的领袖们 这段时间 不要再给自己任何的借口 说我的队不行 我的小组不行 我的人太信了 你知道当我在看这处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 我发觉神在用body might跟我们说 在祂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阿们 阿们 相信的给耶稣一个热烈掌声 Come on Star Park USA的 Youth在这里举手 Wow Kabong有没有在今天 Wow 他们在后面 还有PJ有没有在 Wow Come on 给他们一个热烈掌声 我都不知道你们有来 我只看到 诶 看到 什么名字了 Sorry 志明 对 然后我看到Joel 我才发觉 诶 他们都在 然后我在猜想 PJ也应该在 你知道吗 听清楚 特别是分堂 你见证到 你一定要见证 你一定要 把你的 你知道body might 我们看这一节 这一节非常的重要 在 五十节 第五十节 你们一起来念好吗 中文圣经 第五十节 刚才读过的 再一次的读一次 来请 一二三 好 再来 一二三 巴迪迈做什么 大声说 脱不到 好 我脱了 太紧了 脱不到 It's OK 那 巴迪迈他脱下衣服 你知道衣服预表什么吗 保护 衣服预表了 巴迪迈一直以来的依靠 一直以来的以为 一直以来 他所舒服的 他所安乐的 他觉得 他的安全感 就在衣服 因为他下眼 他看不见 如果连衣服 他都抛开的话 那他就会失去 他生命的保护 他会觉得说 哇 耶稣 你现在教我了 因为之前他 第一次呼求耶稣的时候 好像没有被垂听 分堂 所有的Warrior Team 听清楚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们的祷告 神没有听见 其实不是 是我们不够积极 是我们不够热忱 是我们不够渴望 因为巴迪迈 他是很渴望 他很想 得着看见 你知道所有的Warrior Leader 很多时候为什么 圣灵的工作 在这个Warrior Team 跟另外一个Warrior Team 不一样 不是因为那个Warrior 特别厉害 是因为他们比较渴望 亲爱贵宾们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 生命里面 我们会好像卡着 卡着 走不下去 因为 我们习惯了 在我们的安乐里面 我们习惯了 用我们的以为 用我们的衣服 我们投靠朋友 我们觉得我们的朋友 就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投靠某一些人 我们觉得他们就是 我生命的救人 他就是我 可以帮助我救我的 我们投靠世界的某一个方法 我们以为 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钢琴手 有很好的鼓手 我们的敬拜赞美 就会很恩高 我们投靠好多 以为 但是巴迪迈 知道 只有这一刻 他的心里面 渴望 他跟主说 主啊 如果你叫我过来 我只有这一次 今 or ever 脱下他的衣服 他离开他的安乐 离开他 所以为的依靠 然后他跑去 投靠耶稣基督 他跑到耶稣的面前 抓紧耶稣 跟耶稣说 耶稣问他 巴迪迈 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巴迪迈说 我要得看见 耶稣我要看见 你知道巴迪迈 怎么样经历耶稣 亲爱朋友们 所有的华尔律 还有所有的沙灯 所有的分堂 你知道今天我们要怎么样 从巴迪迈里面学习 投靠耶稣吗 经历这位真神 又活又正的 他的坟墓是空的 就是谦卑下来 放下你的衣着 离开你的安乐 放下你的以为 你的旧有的生活 你旧有的想法 如果你不放下 你是不会经历到神 如果你不抛开 你所觉得安全的 异伤 你是不会进入到神经 你是不会经历到 一致改变 突破 还有翻转 你不会经历到复兴 渴望复兴发生 在我们的教会吗 渴望复兴发生在 USJ PJ CAPON 分堂 你们渴望吗 没有声音 渴望 来临的11 12月 很多时候我们会想 我们自己CYC 我们也觉得 CAPON的情况 还没有ready 有时候我们会想 PJ的情况 还没有ready STARPAD USJ 还没有ready 你知道当初 当我去帮助撒登的时候 我也觉得 他们还没有ready 如果你跟过我去撒登 去看他的敬拜团 你会觉得 这个不是敬拜团 因为他们 不会玩好多的乐器 然后他们唱歌也不好 他们没有什么的才华 但是 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 用我们所谓的衣裳 来端定我们的未来 那却这不是神的信念 神要看我们到底多渴望 因为当body买 他很渴望的时候 你知道CYC走到12年 今年是我们的12年 这12年 我们从50人 在L3 神的灵运行 让我们今天 有那么多的年轻人 食堂的崇拜 是因为 我们走在body买的道路 我们知道有许多的缺乏 body买一生出来 就是缺乏 因为他就是下眼 人就是有缺乏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你知道吗 人原本就是有先知 我们就是限制 全世界 全世界最厉害的理发师 是没有办法剪自己的头发 全世界最厉害的牙医 是没有办法拔自己的牙 全世界最厉害的脑科 专科的医生 是没有办法帮自己的头脑开刀 所以不管我们有多厉害 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家庭长大 你要知道人就是有缺陷 就是有限制 就是被限制 所以我们才需要神 因为我们的神真伟大 阿们 因为耶稣真伟大 阿们 相信的 来吧 要派长就大圣的派长给我们的神 你知道吗 这出经文告诉我们 当巴迪迈这样投靠耶稣 当他这样抓紧耶稣 他知道 只有这一次 不要再说是明年一月 不要再说是明年五月 Kabong BJ USJ 很多人想法是不能 但是如果这一次我们不抓紧他 相信他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敬拜神 为什么我们还说他是正神 为什么我们还要唱 我神真伟大 为什么我们还要告举他 如果我们里面不相信 同样的每个华人队 如果今天我们只喊 Now or Never 但里面不相信的话 那你跟巴迪迈没有太大的分别 意思是说你还在瞎眼里面 你根本就不 没有办法像巴迪迈这样经历神 让这个时刻 不要只是 你知道今天我感谢神 我也跟你一样 我之前我一直在想 神啊今天我们的Warrior Team这样出去 街头步道 会不会有人来呢 真的会有人来吗 我们没有试过啊 那么我们在想 这些人 哪里那么得空哦 我们又不认识他们 不可能我们在街上遇到他 叫他来了跟我来 他一定会想的嘛 哇这班人是谁哦 等一下带我去卖咧 但是没有哦 你知道吗 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 当我们抓紧 Now or Never 我们真的是完全相信的时候 今天我收到的 info 9个新朋友 从街上 来到我们中间 这个一定是神迹 我相信不是我们带他们来 是神的爱 耶稣爱你 耶稣爱巴迪迈 巴迪迈知道耶稣爱他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 不是需要一个教主 来教我们怎么样做好人 来教我们怎么样读好我们的书 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位救主 爱我们的神 我们要知道说 这世界 如果没有爱 好多的东西 都不再有意义 所以神是爱我们的神 圣经说 耶稣在两千年前 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 因为透过他的宝血 才能够洗进我们的罪 才能够救死我们 三天后 他复活 给了我们永生 给了我们未来 给了我们得生 现在朋友们我鼓励你 今天打开你的心 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个人救主 阿们 我神 真伟大 歌颂你神明 真伟大 全体都看见 我神 一起唱 真伟大 会唱的 跟我一起唱 我神 我神 真伟大 我神 真伟大 歌颂你神明 真伟大 全体都看见 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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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伟大 最后 当我在一直祷告 思考巴迪买的事情 我看见 今天神要我们 从巴迪买的生命 看到一样事情 耶稣让巴迪买再次的看见 你看到最后的时候 耶稣说 你的信心拯救了你 起来 然后巴迪买就突然间看见 他的 他不再下眼 因为耶稣要他走下去 耶稣要他突破 要他经历成长 你知道多少时候 我们已经停顿 我们不再成长 我们的生命不再成长 我们的领导能力不再成长 我们的学习能力不再成长 我们的表达能力不再成长 我们跟朋友交往 那个人际关系 建造人际关系的能力 不再成长 我们关怀的能力不再成长 我们停顿 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蒙蔽了 我们的灵里面已经瞎眼了 我们只是服侍 服侍 服侍 来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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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 上课 读书 上课 然后跟朋友哈拉 完全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完全没有在思考 是否我的生命在往前走 是否我的华尔队 在往 now or never 这个道路上 所以你要知道说 神医治巴迪买 今天神也要医治你 是因为神要你看见 你的未来 神要你看见 你需要成长 突破的地方 神要你看见 如何的把你的衣裳 抛开 看见你的盲点 你知道 最难 在教会里面 最难做的 不是赞美敬拜 最难建造的 服侍的 不是视频 不是约首 不是 Multimedia 怎么样做video 不是怎么样讲话 讲到 虽然很难 讲话要讲得好 很难 但是其中一个最难的 就是 带领人 帮助那个人改变 为什么 我做牧师 做了好多年 我发觉 因为好多人不愿意改变 他不愿意 看见他的盲点 他觉得他很好 他觉得 我现在做事的方法很好 我现在想事情的 焦点很好 我做决定的能力很好 我表达能力很好 当那个人一直觉得他好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帮助他的 神也帮助不到他 虽然神是全能 但是 我相信 神只是帮助那些 愿意被帮助的人 好像霸底 他愿意 你知道他可以固执 他可以觉得说 我瞎眼就瞎眼 关你什么事 他可以一直觉得说 我不需要耶稣 我不需要人家可怜我 我享受在瞎眼的生活 多少时候你自己时常讲这些话 你自己时常挂在嘴上 觉得我不需要人家帮我 我不需要人家可怜我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改变 亲爱的朋友们 所有的Warrior Team 我爱的所有的年轻人 耶稣爱你 如果我爱你 我相信耶稣更爱你 他多不期待你改变 他多不期待你看见 其实你的未来 是爬得更高 是可以爬得更高 而不是停留在目前 你知道这两天 我非常的疲累 因为我一直见很多的领袖 一天见五个到六个到七个 我一直见的时候 我跟他们参考 我查考 现在你的小组怎么样 你的团队里面有多少个组 接下来 你要怎么样帮助他们 你要怎么样带领他们 我问他们 接下来你觉得 你有信心带领多少个新朋友 认识耶稣 然后他们会跟我讲 这样 然后我再问他们 如果我给你资源 如果我把领袖放进来 帮助你 你又可以带到多少 你的能力去到多少 他们就会更有信心 我们可以这样 其实在我心里面 我是没有人给他 我只是在 push他 push他挑出 他的想法 不再看 他自己的 缺乏 我只是push他 让他看见 他的盲点 每一个领袖 我问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增加资源 他们就会说 我们可以更多 换句话说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的眼睛 不看见 神给我们的才华 能力 我们就先知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是一个瞎眼的领袖 看不见 其实我们的羊群 可以更爱神 他们可以经历神 他们可以更火热 他们可以被装备 去表达 你知道当我以前 带着洛平 David 齐军 秦峰 他们还很小的时候 十多岁的时候 对我来说 我没有看到他们是中学生 我看他们是勇士 我看他们是young warrior 我看他们是crazy young christian 我看他们可以为神做大事情 做领袖 一定要知道 你的眼睛是很重要 领袖是比别人看得更浅 才叫领袖 瞎眼的人是比别人 慢很多步 因为他看不见他的未来 所以亲爱朋友们 所有的领袖们 所有的warrior team 听清楚 让你的眼睛再次的 让耶稣打开 让耶稣医治你的心灵 让耶稣医治你里面的担忧 你的骄傲 你的固执 一个瞎眼的人 不只是外在瞎眼 当你里面固执骄傲 封闭 你也是在瞎眼 所以耶稣医治你的心灵 所以耶稣今天要帮助这样的朋友 我相信耶稣爱我们 这个信息 我相信将要改变你的一生 阿们 跟你旁边朋友说 耶稣爱你 好 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哈利路亚 好 我们还没有一起敬拜之前 我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现在当我死到山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相信过耶稣成为你的个人救主 我鼓励你 今天就是那个时刻 好像巴迪迈这样 他知道 之前他错过了一次 当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 他已经错过了 这一次耶稣当要离开的时候 他跟他自己说 他不要再错过 他要抓紧耶稣 现在还是永远 今天我不知道你的状况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但是我们的神爱你 耶稣爱你 耶稣认识你 耶稣渴望拯救你 你知道好多朋友 在CYC 好多年轻人当初好像你这样 当他第一次来到教会 他也不认识神 他不知道教会是什么 但是因为他们经历到这位真神 真就是真 很难有时候你说 证明吧 Pastor Daniel你证明 我很难证明 耶稣不真 我只能够说 我很难证明耶稣不真 因为耶稣在我的生命 做了极大的改变 我以前是个很自卑的人 我不敢这样在台上讲话 我来自个很贫穷的家庭 很自卑 没有什么的才华 但是因为耶稣太正了 他改变了我 让我大学毕业过后 我在法律毕业过后 工作了几年 因为耶稣太正了 我放下我的未来赚钱的机会 你知道如果做律师 你应该可以赚很多钱 我放下这个赚钱的机会 进入教会做牧师 为什么我要这样呢 如果耶稣不真 我就不会进入教会 这样的摆上 服侍年轻人 如果耶稣不真 这一些在台上的 他们都是读大学的 他们都是有头脑的 他们不是教会的同工 他们是义工 意思说他们是 他们是志愿 每一个周末 放下他们的工作 放下谈恋爱的时间 放下其他 他们可以去看电影的时间 甚至很多这里的领袖 也是一样 我们是有读过书 有思考过的 但是因为这位耶稣太正了 每个礼拜六 你知道这些敬拜团的同工 还有拿着镜头的 上面许多的同工 他们跟你的年龄 都是一样很年轻 你觉得他们很得空 没有试作吗 你很得空吗 拿着镜头 你很得空吗 你看 他们笑 因为其实他们不得空 笑到不得空 所以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呢 如果这位耶稣不真 我看到凯文 凯文在哪里 凯文 出来一下 你觉得他年轻 还是我年轻 差不多了 我们童年的 OK 你知道他是一位 舞蹈界 很出名 很专业的舞蹈员 OK 拿过许多的奖 在世界的比赛 甚至在我们国家的比赛 他只是输给我罢了 不要讲给别人听 OK 你知道他今年已经超过30岁了 OK 虽然样子好像20岁 跟我一样 你知道他在你们这里聚会 30岁跟一个10多岁的孩子 20岁孩子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他 而且他礼拜六 礼拜天是最多show的 是不是在外面最多show 最可以赚大钱 跳舞 表演 但是他没有 他每个拜六 现在来到中学 搭专这个族群 来俯视其中一些的 他的主缘在哪里 他的小组在哪里 举手一下 你看 为什么 一个这样的舞蹈员 要做这样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叫我证明 耶稣不证 我证明不到 我只能够说证明 耶稣非常证 因为这些就是见证 这些就是见证 这一些都是见证 给耶稣一个最大掌声 所以当我死到山的时候 我鼓励你 我鼓励你 打开你的心 很简单 跟我一起做一个 信耶稣的祷告 只是很简单 信耶稣是非常简单 不用付钱 不用做些什么 只是你需要 打开你的心 然后跟我一起做祷告罢了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鼓到山的时候 在你位置上 举起你的右手 一二三 举高一点 来吧 哈利路亚 好 好 好不好 我在数到山的时候 邀请他们 来到前面这个地方 陪伴他们 不用害羞 因为好多朋友 当初好像你这样 也是来到前面 一起接受 耶稣基督 来吧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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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I快多 awesome wow come on 不要吝声 你们要掌声 继续 继续 fø mash 啊 可燃 aw 你们是一家人吗 是吗 不是 很好欢迎你们 123456789 算不到哪一是 1234567 好 接下来很简单 圣经说 只要我们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耶稣就进入我们的心 我们就 信了耶稣 就是这样罢了 所以好不好 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开身祷告一句 你跟我一起的祷告 跟我一起说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把我带来FGACYC 把我带来FGACYC 认识你 认识你 耶稣 耶稣 我现在 我现在 敞开我的心 敞开我的心 心里相信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口里承认 耶稣 耶稣 你是我生命的救主 你是我生命的救主 我现在 邀请你 进入我的心 进入我的心 我相信你耶稣 我相信耶稣 在两千年前 在两千年前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后复活 三天后复活 赐给我永生 赐给我永生 赐给我得生 赐给我得生 耶稣 我求你 帮助我 改变我 我邀请你 进入我的生命 给我丰盛的生命 我要永远跟随你 永远敬拜你 永远敬拜你 永远地爱你 永远地爱你 耶稣 让你的爱 充满我 充满我 医治我 让我再次地看见 让我再次地看见 阿们 哈利利亚 来吧 耶稣 一个人带掌声